還是但是這些資源的話不保證永遠都在不過短時間上還會在那建議各位課程結束之後還是要花一點時間自己整理 然後自己備份 因為他不保證那個永遠都在你不要說隔了好多好久像我那個好幾年前的同學突然寫信問我說老師你們網路之前怎麼都不見了 怎麼找不是他說找不到了 好那 怎麼辦呢 已經過去了對不對我也不保證說這個永遠都在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用免費資源的也是用Google的資源 所以呢當然你盡量課程結束之後花個時間去做整理是有其必要性的 那我們這學期啊其實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啦這些通通都在這邊有沒有12應該到16次上課 這邊通通有從第1次上課第2次第3第4一次往後啦那有的時候會穿插一些可能跟我們課程有點關係的相關的那個補充的 一些相關的比如說什麼黑名單篩選啦或資料庫的概念或者VP單內紙就是說有關城市方面的 然後等等的相關的 那昨天有貼了一個就是有關那個會整的就這一個啦實際上我現在就是有的時候在我部落格裡面有些新的文章 我覺得對各位有幫助的我就把它放在這裡然後這邊的話有提到說如何將大量的工作表整合在一個工作表 那其實這邊是有舊舊文章 更新的文章那你可以參照一下 那主要的重點就是說 如何錄製聚集因為可能剛開始你不知道怎麼寫這個部分的話你可以先錄製 然後加註解 再把它放到你的程式裡面加個回圈 然後另外的話呢就是解決三個邏輯就是 第一個如果沒有資料比如說你複製東西沒有資料 或者只有一筆 或者有多筆 那這個就是說在那個名單上面這個檔 當然如果說你要複製這一筆記錄到總表的話 那前面我們是怎麼做的錄製聚集嗎 然後點這邊一下 Ctrl Shift向右 那如果一筆的話你不能夠再向下 因為向下會變這樣子 一筆的時候只能向右 不能向下 OK 那如果說呢 當然如果裡面沒有資料的話當然就是 直接就不做任何事情 就是也不要複製 也不要貼上 不然的話 這個 沒資料幹嘛 那如果說有多筆的話 當然就照正常 有不要放在A3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在Ctrl C 再怎麼樣呢 把它切到總表 把它怎麼樣 到正確的位置把它Ctrl V貼上 然後這樣不就是有一個貼貼貼貼貼的效果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就是說你要先錄製聚集 那錄製聚集的話 我想如果你有點忘記的話請各位 回頭看一下那個 應該是在哪個地方呢 在我們前面的課程裡面的那個第幾次 大概就是這個 第三的工作表合併這邊 我想應該差不多應該是在第四次第五次吧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話你就第五次點一下 看一下這邊裡面到底上哪些東西 好像不是 就應該是第六次吧 第六次是不是呢 對 有沒有 將大量工作表 有沒有合併起來 如果你實在是忘記 之前好像上 我不知道沒關係 這邊有個連結 點進去之後的話 影片就在這裡 你就把影片 重新看過 然後再把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呃 點擊進來的話呢 這邊不是有個程式嗎 對 程式嘛裡面的話呢 你把點擊 啊程式就在這裡 把它跳開 OK就可以找得到在這裡 那實際上 就是這一段 那我們實際上就是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一段拿來做修改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要達到工作表整合的話 我可以把那一段程式碼貼上 貼上的話記得 就是說要先給他一個模組 所以因為他預設裡面沒有模組 你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再做什麼 再把這個 舊的這一段程式碼 把它Ctrl C一下 對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把它做個貼上 貼上之後呢 那那個按鈕名稱 好像我這邊是叫整合工作表 所以裡面 啊這個叫工作表整合 反正就是 名詞動詞顛倒一下就好了 叫整合工作表一下 那再來做什麼呢 做 幾個事情 就是包含就是修改裡面的東西 那程式裡面 將來 大部分都是修改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首先你要看一下 這個是總表 這邊叫什麼 叫第一季嗎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總表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把這個 這個地方 改成總表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分別在 修改一下 需要的會對應的位置 這邊改總表 然後總表 就是先選這邊 然後再來 A2 A2 就是說 他的那個 A2儲存 沒錯 那這個A2 就說你要從哪一個 有沒有哪一個地方開始貼 再來的話 因為要貼的話 For I 等於 那應該沒錯啦 因為 要把總表扣掉 那去的點 抗指的就是說 總共有幾個工作表嗎 然後開始 第一個 I 因為 從一開始嗎 所以進來 第一個 然後呢 再來就怎麼樣 游標切到 A2 不過你會看一下 切過來的時候呢 這邊 是不是A2 不是 是A3 所以記得怎麼樣 把這邊改成A3 有沒有 再來的話就是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不過 主要這裡 這裡的話不是 前面是因為 範圍都是固定的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可是這裡不一樣 這裡是有三種邏輯 有沒有 第一種是沒有資料 第二種是 一筆 一筆的話 這只有Ctrl Shift向右 所以這個 一筆是只有 這個 這個是Ctrl Shift向右 就不能向下 其他的話呢 才是怎麼 才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一樣是複製 那一樣在把它切到哪裡 切到總表 然後把它貼上 所以底下的東西都一樣 主要就是要修改什麼 修改 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把它貼上 還有就是說 這個地方可能要要要修改一下 因為如果你是一筆記錄 你把它Ctrl向下 不對 所以呢 要移動多少範圍的話 我們這一行 恐怕要把它改成什麼 移動多少個列 那移動多少列的話呢 可以從哪個地方決定呢 可以從他總共有幾筆 去決定 要移動 這個offset應該還有印象吧 offset指的就是說 你將來要在總表的位置 向下向下 向下幾列 那如果一的話就是向下一列 二的話就向下兩列 那如果他有一筆資料的話 那就移動 向下一列 那就可以再貼下下一個月份的 對不對 那如果兩筆那就要移動 兩個 因為他貼上是兩個 所以要移動兩個 那 大概會有兩個 地方需要比較大的改變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就是說 大概改一下 然後想想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會稍微做個修改 改完之後呢 其實就OK的 那哪些地方改 其實 我改完我把改完的給各位看一下 就這一段 這個 這個是全部改完的 把它Ctrl C 一下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那當然這個東西也在雲端上也有了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改完了 把它下放在下面 這邊是 名稱我後面再一個那個OK好了 好 那改完之後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中標裡面 現在是空的 然後對應到 這邊 並且把它 執行一下 那我這邊變三種 123 直接執行到這邊 第1個先 切到第1個工作表 然後判斷一下 然後他到底 是不是有資料 那是不是有資料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判斷 R 這個range的A3裡面 是不是等於空白的 這個空置串就是說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 他有資料 所以就 就是執行這個 那 如果 R 等於3 這個R值的就是說 我用Ctrl Ships 放在這邊 Ctrl向下 如果他停在3的話 那表示說他只有一筆 可是如果有4有5有6的話 那表示怎麼樣 他不只一筆 用Ctrl向下 去偵測 那這邊的話會取得一個R的這個值 那如果是R等於3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他剛好是只有一筆記錄 那我做什麼呢 就是只有 有沒有 向右就好了 Ctrl向右就 這一行 這個應該還有印象 這個是錄下來的 就選一筆 然後做什麼 把它Copy 然後再切到總表 再把它貼上 再來的話 原來會有一個Ctrl向下 可是Ctrl向下 像這個狀況 如果你Ctrl向下 他會跑到最下面去 就不適用 所以我把它改成 Overall 這個Offset 然後呢 要Offset 幾個的話 我們用 R來減 為什麼用R來減 因為R 如果是3的話 那為什麼要減2呢 因為 我們原來這邊上面是不是 上面這個 一列 兩列 這兩列不能算 對 所以把這兩列減下來之後就知道說他總共呢 裡面的資料 會有 幾筆的 那如果有幾筆的話 就是要Offset 就是向什麼 向下移動 幾列的意思 所以我Offset 一列 向下 有沒有 那為什麼要移動一列 因為 下個月份要貼的時候 才會貼到 正確的位置 所以下個月 所以下個月再往下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OK了 所以把它點掉 這個中斷點呢 主要是 在你跑程式的時候 你不確定說到底這個是跑什麼作用 那你可以中斷一下 如果OK的話 我們就全部再跑一下 有沒有 瞬間怎麼樣 全部的資料通通都會整 而且沒什麼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做完之後效率就很高了 而且以後 假如說呢下一次可能 比如說下個年度或者下個 其實有時候你們每個每天的 或者是每年每季都會有這一次的資料 那以後都按個按鈕 有沒有他就全部怎麼樣 幫我們把資料全部都會整過來了 不過這邊有錯了 這個這個我按鈕 指向的不對 應該是另外一個 這個應該指這個 這樣的話呢 如果你把舊資料給刪掉的話 舊資料刪掉 下一次的話按下去 他就可以在什麼 瞬間幫你把資料呢 全部都會整過來了 這邊有錯 OK 全部都會整過來了 而且瞬間就通通過來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稍微把這個 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題目的話 是在補充資料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 這一個 範例 主要是從 我們前面的那個 第三個階段就是第六次上課裡面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那個 如何 大量的 將大量的那個工作表 快速合併的這個範例延伸過來的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假如 你OK的話 那基本上 我想 應該很快就可以把這個稍微該改的地方改過 謝謝